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今年德国的IF Design World 2022 的作品 TOTS Land 同意意境 那我们这边呢会跟各位介绍用BM的角度去看整个模型是怎么运作的 同时间我们会让各位看看它怎么样产出动画 动画这个地方 怎么样产出动画 然后它会有哪些事情在初期的时候可以完成 然后如何模拟 然后进到我们要做这个内容 同时间我们也会让各位知道 这个 它在室内杂志当中我们怎么样产出一些重要的图说 那这些图说在平面图上 设计图上都会出现一些重要的内容 此外呢我们还会让各位了解一下 它在后期所出现的这些图说是怎么样产出的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我们会做一些它的一些排版的动作 并且 会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些剖面透视图 平面图的一些规划 好 那这边来开始 既然要跟各位介绍整个Beam Model的发展 我们一定要从剖面透视来看开始 那我们从剖面透视来开始 并且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建模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如果有什么样的材料 它可以直接被联动的带过来 这对我们在建模来讲是相当方便的事情 因为透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进阶的去了解到 我们所画的图 是不是能够清晰的去表现出我们要做的一些设计的内容 不论它是在灯光上 或是在它的这个材料上 或者是我们在做其他的要做互动模式的时候 你看它其实是比较不会有材料上的设差的 我们也不需要再重新去做很多次的设定 它是可以快速得到我们要的答案的 好所以说 在这样的发展当中 我们就要去重新探讨了 那这个模型大家画多久呢? 这模型应该怎么画? 那有哪些事情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地方 你看在这个楼层平面图上面 我们会特别去强调工作平面 然后我们会去把楼层面平板 好好的分类出来 然后过来 在整个楼层的输出图说来讲 我们会把每一个楼层的图说 譬如说一楼平面图 然后我们要提供给不同人使用的 或者是我们要特别强调剖面位置的 或是我们要特别去开始分区 讲到比如说楼梯的位置 然后我们的流滑梯哪些地方要注意 然后我们的开关插座图说 开关插座图说 可能分好几个 我们要不同去说明的内容 然后看我们来二楼 楼梯刚一楼走到二楼 我们来看看二楼的隔间尺寸 它一格一个图都会被分类出来 这是BM model在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当中 要导出的事情 就是你每一张图 其实都是在模型中切割出来的 但在切割出来的这个同时 你是可以清楚的去表现出 你要在每一张图标示的内容 或者是要在每一张图上显示的内容 然后它就可以变成 好像Copy Path一样 就是隐隐的图搜 去不断的去输出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的天花板图搜 你可以看到天花板图搜 其实就是主要是要讲 装灯的位置 还有它的一些细节 那像这个我们 如果有做一些移动的时候 你只要稍微移动它一下 你就可以得到 它是清楚了可以得到这个内容 那这个你只要把指向 指向到你要的位置 它就可以找到你要的这个材料 那同时间 我们在做到这个 可能天花板特别的区域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特别区域它可以去 特别标示出某个区域来 并且把高度给标出来 比如说你看235 调到不同的位置 它其实高度是会有所不同的 当然有些地方它不是天花板 它不会表现出来 那如果说它 你看这个地方就285 它比较高 所以要看你要标示在什么地方 那过来我们可能还可以去提一下 比如说像厕所的颜色是不同的 所以它可以在这边 独立去表现出来 那我们来看看 在楼下有个瑜伽爬杆教室 这个地方 天花相当多这个洞 这个洞其实是一个一个洞口 那它还可以去 有效的去做一些 剖面去看它的内容 那当然我们也必须要去想说 图梭其实在辅助我们的模型 那如果说你在讲 加上冷气出风口的这个事情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 直接拉出我们要的管 比如说像这一段管 是我们直接去做移动的 它可以直接很快速的去移动到我们要的位置 然后并且让它连接出来 好 那我们在天花板图说上面有个很重要的就是灯锯回路图了 你看灯锯回路图 它是可以在你要的位置去做控管的 然后并且去拉到你要的位置 那这个东西虽然是我们要手画 但是灯锯都是真实存在的 你看这个灯它是真实存在的 那或者是说我们有某些线条灯它也是真实存在的 这些线行灯啊或是砍灯啊 它是可以方便让我们去做控管 而且知道它还什么位置 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这个监视器好了 监视器我们也可以直接去列出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想图图例 然后去把它给抓出来我们要的位置 它就可以快速的在早期知道这个东西 有哪些东西要去被特别注意 好那我们来讲讲重头戏 整个模型里面最重要的大概就是3D的头饰图说了 你看3D的头饰图说还有很多很多细节 它可以去讲很大区的 它也可以去讲单一个区块的 它也可以特别去讲说 某一个空间的 比如说你看这是女厕 然后它也可以去讲某个地方我们要特别强调 比如说建筑的外观正面 那它特别要去强调这个里面有哪些细节要小心 然后我们可以单讲楼梯 然后单讲洗手台 好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 其实都是原来一个大模型去慢慢的切割出来 并且你可以把材料叫出来 此外我们还可以去看看 就是我们在做工作图说的时候怎么样去延伸 比如说我们开一个工作图说 那这个工作图说它其实是3D的model 我们可以快速的在这个地方 直接在这边复制 它就可以得到一个你要的复制图说 那比如说刚刚那个事情是我们要讲这个整个讨论区域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讲中间的网子呢 我只要这样做 然后并且帮它移动到中间来 然后把这个按复制 然后直接根名一下 这个是爬网 这个东西就独立出来了 也就是说这个跟刚刚这个事情就分开了 这虽然它现在是相同的 但是你怎么动它 你刚刚的这个爬网啊 它是不会有影响的 也就是说它是真实存在一个被切开的图说了 这对我们来说就相当好用 然后过来我们来看看剖面透视图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最重要的点 那个图说呢 它可以剖很多个不同的面 所以你可以去看你要哪个地方去看到你要的内容 并且去剖出你要的框架 然后过来就是我们在做图说的剖面图跟立面图 特别是剖面图 剖面图你看 我们可以看看整个建筑物的高度的剖面的高度的真正的位置 你可以去抓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去看楼梯的立面啊 各项的剖面哪些细节 那当然这个东西其实在讲的都是 所谓的室内设计图说我们会讲 它到底是剖面还立面 那当然跟有一些教程会相当不同 可是我的认知上是这样子 任何一个剖面剖出来都可以视为某个事情的立面嘛 譬如说我在讲家长修学区的这个立面 它的立面是在讲这个地方 那事实上它这里面的剖面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去看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 往下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 有一些这种特别的立面 它是可以一个一个被叫出来的 然后你去剖它 找到不同的位置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组合作之后的结果 你看 在整个图说来说 它的整个的 我们从真正的图说来讲 它整个图说其实相当多内容 它有非常非常多地方 那图说上面它可以去分出很多不同的细节 然后每个区域它的楼层它的位置 还有它的表格它怎么样去组合 那譬如说我们来看看 刚刚的全区的透视图 你就可以在这边得到一个比较完善的内容 那像这样一份图说它输出的时候 就可以早点让我们整个的 被公班给看到 它就可以早一点知道 它大概在这个案子要做哪些事情 那到我们来看看细节 譬如说外观造型框架这个部分 你看这个图说 它就在讲整个的频率颇透的组合 那当然你可能还有一些细节要去讲 你可以在框架里面去特别去强调 这边哪些要注意的 哪些细节要怎么样小心 那它可能有哪些 这个材料是要怎么组合 那我们再来往后面看一点 比如说我们的厕所吸收台 你看它是个独立的小区 所以这个吸收台有3D的灯角透视图 然后它有平面图 配着立面图 配着个大样图 组合之后还可以看到高度的变化 像这样一张图说 它就可以清楚地呈现那个区域要讲的内容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像这个 泳池的施工图说把它给汇入进来 它是汇入进来的 所以不是我们画的 因为本来就是委外的 那我们来看看像这地方 门窗表 我们要自己制作门窗表 那你门窗表在制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真正的这个模型拉进来 这真实存在的模型 它是可以被拉进来的 那当然你要去设定一些内容 但你把它拉进来设定完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比较完善的一个组合 并且你还可以把门窗的明细抓出来 你就可以知道你有多少的这个数量 那此外我们在讲结构的时候 比如说像这个案子 它有结构的变化 我们就要特别强调 结构在不同的颜色上面 它是出现什么样的说明 方便让我们的厂商 早一点知道它的数量 还要早一点了解说 它大概要做哪些地方 在现场放样的时候也会相当清楚 比如说像这个 你看这么密密麻麻的凉啊 它要组合 我们通过结构机器去计算的内容 还必须要能够更新回来这个地方 所以这样的一个颜色分类 就可以清楚的早点被判别出 原来哪些是刚够存在 和哪些是我们新增的 好 那我们同时也可以看看 这个像结构的是那些剖面图说 你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剖面的高度 就可以看到内容 然后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开关插座吗 你看开关插座就可以清楚的被呈现出来 同时你看哦 像这个地方 它的高度它是真实存在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把它给移走了 这东西就不会有了 而这个东西真实存在于这个尺寸 而且它现在可以选择底部高层啊 顶部高层啊 各位看到吗 它选择不同的高层的时候 它是会出现不同的答案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整个的标识都是相当清楚直接 而不用再做假了 也不用自己输入 它比较不会出错 而且它真实存在 好 那透过这一切呢 我们来看看整个模型 它的输出会怎么输出 比如说因为其实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平面图要输出嘛 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去制作一些内容 那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下怎么制作的 你看一下 在这地方我们按VV 它就可以出现像这样的一个可行性图形 那这样的可行性图形呢 你可以去清楚的去做处理 比如说我们要做墙 你这个时候你想要把你的墙面 变成都是黑色的 没问题哦 你看 在这个切割的这个面上 这第一个是切割线嘛 第二切割样式 你将它变单色填满 你把它变黑色看看 我按这样 然后按确定 按确定 你看你整个墙都变黑色了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图桌上 你不用一个一个去做hatch了 直接一次调整 当然你必须要很清楚 你知道你在调什么东西 要不然有时候看起来会很尴尬 那像这个案子 如果我们要做黑色的 我们就可以讲说 这个黑色的内容是不是有时候可以变半色调 比如说你看哦 我们这个墙 在这个地方 如果选择半色调 你再按打勾 确定 你看它就会变半 半色调 最黑色的把它变成半灰 的状态 那它就会变得比较 不会那么凸显 有些时候我们想要凸显什么 有些时候我们想要让什么东西不见 比如说这边有地板 我们再来看一下地板的处理 这个地板呢 看一下这个地板是我们楼板 楼板如果我们表面的样式想要改变 比如说我想要让表面样式全部变成是红色 或者是红色 然后我们就不用取代 但是我只要变红色 你看我按套用 这个是切割 地板 我选到楼子 在表面的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地方做一点处理 把它变红色 确定套用 你看地板的部分的线 它就变红色了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 在这个图说上面去做表现法的处理 而这样的一张图说 它就必须要这样去做完成 好 那我们再回来看看 刚刚我们在提的这个剖面透视度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它会有一个浏览器 你可以看到我们每个地方 所已经设定好的一个透视图说 直接进到你要的位置 你看直接进来的位置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在你原来设定好的这个透视图 你就可以自然而然去得到你要的内容 比如说我再选一下 在一楼室内主要入口 自动跳过来 一楼室内无边际泳池 它自动抓过去 然后一楼的攀爬网 它可以马上转换来看 那比如说我们直接走到二楼 二楼的婴儿游戏空间 直接上去到大家这个地方来 二楼家长休息区 家长的弹景 或者是家长的穿越廊道 它都可以直接看到 那并且我们可以看二楼的这个小山丘的这个书墙 它就可以直接这边被 解释到你要的内容 好 所以透过这样一个Model的演示来说 我们就可以让各位了解 整个的Beam Model 在这个 亲子游戏馆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是怎么样被仔细的产出的 然后并且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 整个施工图的整合 你可以看到像在二楼那个地方 我们看二楼这个地方有一个图说 在二楼的这个游戏廊道的造型书柜 造型出场 这边就有相当清楚的内容 并且它的想图也会仔细的被产出 那刚刚这些图说 它就是像在这个地方被直接 铲出并且放到这个图说里面来 好 以上就是今天跟各位介绍的 IF Design Award 这个得奖的作品 那这边 我们也相当详细的将整个内容跟各位分享 期待各位可以对 Beam for Rebit 更加的有了解 而且也希望各位可以透过这些事情 了解到 其实设计跟并 它可以同时并存的 它应该是辅助我们把设计做得更好 而不单单只是 让我们把图说阐出出来而已 谢谢大家 我们这边特别开设了一个建筑跟室内设计的课程 主要是因为希望可以让更多人 除了看之外 你还可以真的实际的操作 那你必须要 可以真的去用自己的案子来去实作 对我们真正的这个内容 就可以掌握得更加详细 更加完整 那这边有相当详细的介绍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 为什么是实体课程啊 那我们这些介绍啊 我们的经历 那包括我们的曾经做过的一些重要的BM的一些经历 那我们开过课程的这个内容呢 我们过往有哪些事情发生 大家都看得到 虽然大家不一定要来上这个课 但是也可以让各位更加认识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是真的完全去类似 用自身的经验去深入到我们的内容 然后让我们的每一个课程 跟实物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那除了建筑之外呢 它有整个的课程之外 你可以看到这边还有室内设计的需求 你可以看到室内设计 它也有室内设计的一些内容 室内设计的课程内容 当然会跟建筑设计 整个室内设计有点不同 不过透过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 原来室内设计它怎么样被发展的时候 可以顺畅的把前后结尾在接头在一起 而不会像我们过往一样 不断的不断的改图 那这些过程当中 都可以有更加详细的 施工图的一些介绍 并且我们还特别开了个室内设计固架专班 有幸运的同学 不妨来听听看 也希望各位可以更加的 有效率的去进入到BIM 那当然我们这边有个免费试率影片 欢迎各位来看看 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们大概怎么上课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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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